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政府公共卫生部门 本周公布的最新检测报告显示 早在2月6号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 这比美国此前公布的首例新冠死亡病例出现的时间 提前了20多天 圣克拉拉县行政长官史密斯24号表示 这是目前美国确认的最早的新冠死亡病例 这表明新冠病毒早在1月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在加州传播 圣克拉拉县公共卫生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法医部门对2月6号和2月17号该县病逝的两名死者进行了尸检 他们的组织样本被送至美国疾控中心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该县另一名3月6号死亡的患者也被确认死于新冠肺炎 这三名死者均在家中去世 声明称当时美国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有限 都只能通过美国疾控中心进行检测 且疾控中心规定 仅具有疫情相关地区旅行史 且出现具体症状需寻求治疗的人才能被检测 当地卫生部门官员表示 最早的这两个死亡病例都没有疫情相关地区旅行史 史密斯说 这些死者很明显是死于新冠病毒的社区传播 这表明新冠病毒至少在1月就已开始在加州湾区传播 甚至可能更早 洛杉矶时报23号援引圣科拉拉县卫生局长沙拉科迪的话说 由于当时正值流感剂加之检测受限 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尚处初期阶段 因此死者被误认为死于流感 科迪表示 新确认的死亡病例就像冰山一角 代表了大量未被及时发现的新冠病例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区传播的严重程度 此前 美国公布的首例确诊病例 1月下旬出现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 华盛顿州2月29号报告一例新冠死亡病例 认为这是美国首例新冠死亡病例 新冠病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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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